如果有一天 有点点温柔 我会想把情绪太赤裸 只能藏心中 你说我愿意再次跟我走 你是我这辈子 早怕是回头一点点 我在推 这辈子 我想说也太厉害 这种版的我谁要来 我会想今天是想说 好电子发声 有没有尝试过 对好像可以尝试一下 谢谢你 因为你演得很好 真的吗 太好了 不然我很紧张 我刚刚在后台在看 我感觉有点像Barbie 对我觉得刚好今天的设定 那种发型啊衣服 都像电子滑车版的Barbie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 还有故事也很酷 就是怎么会遇到前任 然后又是新郎 就是有一种 到底要多岁 走完一圈还遇到 新郎就叫你做这行 所以是故意邀请是不是 是 渣男 躲墨心机 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太好 最后也是他还杀架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 在冷静 而已 一开始这个idea 是我们乱讨论 然后乱讨论完之后 我突然跟伟静讲说 我觉得电子滑车蛮酷的 那因为通常我们的idea 都会被大家忽略过 然后其实原本是先被忽略过的 对 然后绕一圈就说 欸 电子滑车气真的不错 没有 确实是 好好笑 他们先讲了 然后忽略之后 然后我突然就说 欸 还是我们拍一个电子滑车 然后跳到前男友 然后他就说 刚才讲过了 然后说 讲过了 那就这个 就这个 因为这个剧情是我们好像 一开始就完整的讲完 然后没有完整的讲完 我们就去讨论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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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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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